再來我們要看一下字幕的部分 我們剛剛套版本的時候 已經有告訴各位 你預設的話字幕會不會打開 沒有打開 所以是不是先收起來 對不對 那你把它打開這樣才能看到 那麼字幕呢 它有一個限制 我們剛剛打文字 上面這種文字 是不是很隨興 你只要放哪裡就放哪裡 所以這個叫什麼標題文字 但是 在Enemy裡面 所謂的字幕 就一定是固定在下面這個位置的 固定在下面這個位置 當然顏色啦 一些樣子你可以改 可是它基本上就放在下面 你就不能動它 所以你今天有需要字幕的時候 你把字幕打開之後 旁邊這邊有沒有一個加號 對不對 你就看你在哪個地方需要 你就按一下 把你的字幕加進來 有沒有這個顏色是可以改 對不對 而且你可以設好一個之後 假設我全部的字幕都要一起套用 就應用到所有 但全部字幕一起改成你所指定的樣子 你所指定的樣子 你所指定的樣子 我們馬上來這邊去看看 你就找一段文字 好 比如說這個 你就把它放進來 OK 我就把它保存起來 你看字幕是不是又進來了 你可以自行指定在哪裡 有沒有 假設我要到這個段才出現 反正你就是前面動畫 做完 做做做 好到這邊 有沒有出來了 出來了 這樣出現就OK了 就到這邊 因為我只出現到這裡 你要時間長一點 就自己拉長一點 那你的字就會出現的時間會比較長 這樣會不會的 很簡單喔 它沒有太大的那個 就是基本上就像這樣 那如果你要連聲音一起進來 就把它 先搭配好 看你要哪一個人講話 保存 好 聲音在後面有看到了 把它拉過來 但是因為你的聲音 比較長嘛 所以 你要把它 拉長一點 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play一下喔 老師 不便怎麼放大多小 這樣會的嗎 所以 其實我覺得 它有它的優點 有它的優點 那在整體使用上 真的不會太難 真的不會太難 所以你可以透過 像我們現在這個方式 就可以很簡單的 把我們的字幕啦 標題啦 還有鏡頭動畫 是不是這樣就做好了 很快 OK 那當然做好之後 記得專案檔 最好能夠保存一下 因為下次你還可以再改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看 怎麼做發布囉 我先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好 沒關係 我先暫時不改好了 我先照原來的 因為等一下發布的時候 會有一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然後 坐啊 我先講 他們 我要 詞